两县都是好山好水 同样是种茶的面积广大 都出产东方美人茶 新竹县长杨文科 邀请到了苗栗县长徐耀昌 一同走访鹅梅乡 品名茶王徐耀良 产出的特等东方美人茶 交流制茶的技术 共同行销逐苗好茶 当苗栗县长徐耀昌 碰上茶王徐耀良 会激起什么样的火花 新竹县政府就特地安排 两人在俄美乡见欢 一起品名东方美人茶 今年夏季的特等茶 共同行销逐苗好茶 有意义的这样的 大家一起见面 所以特别安排了 我们徐耀昌县长 跟我们徐耀良 这个茶艺工匠大师 茶艺师 所以今天我们在俄美乡 大家彼此见面 交换有关于我们东方美人茶 从这个茶园开始生产到 制作到销售整个的过程 为什么会这么棒 这也是我们额梅跟头粪 最有名的东方美人茶 我们东近南北 我都分散风险 但是在管理方面 都是比较生态一点 用拔草剂去叫工人剂砍炒 会有机会是比较大一点 滋味会比较浓一点 香气又更好 更洋一点 茶王徐耀良炮茶 新竹县长杨文科和苗栗县县长 需要仓同期匹名远近持名的东方美人茶 茶汤呈现琥珀色 举杯果香蜜香扑鼻 入口滋味甘醇圆润 持久耐泡 余韵无穷 新竹县种茶面积广达400公顷 苗栗县270公顷 两县是好山好水 产出优质的东方美人茶 农会三长也互相交流 从种茶采摘 制茶到销售的秘诀 除了两隔壁之外 所有的农特产品 像比如东方美人茶 像比如柑橘柚子 还有一些的农作物 大概都差不多 不光农作物 有同样的农特产品 而且我们那边有原住民 这边也有 他们这边有温泉 苗栗的泰安也有温泉 兄弟县农特产相似 互相切磋制茶技术 杨文科也送上 扶植天来的木雕艺术品给徐耀昌 祝福情义永怀 徐耀昌也回赠农特产 双方相谈盛欢 大推竹苗好茶 要来促进两线的交流合作